大家好,今天是我人在San Francisco 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叫Harding Express 我从巴马出发是到这边大概7个小时 今天非常顺利,这机场很小我觉得 应该说不是它那么大 然后到达的时候好像只有我们那个班机 所以移民局很快就过了 事实上过移民局等很久 可能有20分钟等行李 然后拿到行李 我们降落的时候大概是local time 11点17分 那我知道有一班公车呢 可以载我到这个旅馆附近 只需要走大概200公尺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不知道来不来一集 就没想到一切都非常顺利 甚至我公车还等了大概10分钟 那公车我用Clipper Card 看了那个YouTube的影片有人就说 可以付现金 也可以用Clipper Card 所以我就download Clipper Card 到我的Wallet 然后加了3块钱美金 试试看 那这一趟呢 它花了正常价格是2块半 用Clipper Card 只收了我好像是2.05的样子 有折扣 整趟我到旅馆的话 前天后从我Landing到现在 也不到一个半小时啊 非常的快 唯独就是说 坐那个公车的时候 上下车站 机场还好 下车站的时候呢 这一段比较暗 不过我看对面有警察啊 好像那些 在路上的人 虽然穿的有点比较 平民一点啊 但是也不觉得说非常危险啊 就还好 我看路上也蛮干净的 然后这个旅馆 好像是130几块吧 但是我就以加州的这个物价来讲 算是OK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所以我要看一下 怎样不记得我 保险箱 好 这还算大了 Harding Express 还有浴缸 Shower 只是很顺利哦 房间台不算小 付多少钱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等一下去洗澡睡觉 明天早上 有一个预约 好像是9点40 要坐船去恶魔岛 从这边可能要一个半小时 才可以到那个 坐船那个Pier 33 33号码头 那我要再看看怎么坐船 今天我应该是做免费的这个 Award ticket 而且这一次那个 Gobar 我做的是这个 737 波恩737 Max9 躺的平平的 很爽 这个是我第一次的经验 第一次做到这个Max9 躺平的 非常爽 还可以啦 Gobar的Club 很一般 Gobar的餐饮也是普普通通 但是这个 就是说 跟UA差不多吧 UA的Business Class 可能也差不多是这样 那就是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啊 比起坐在后面的 要舒服很多啦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接下来我这几天 就要开始在 San Francisco 玩两天 然后回台湾 再去东京 再回到洛杉矶 这样子 那再回吧 总共 19天 18天 19天 OK 下次见 拜拜